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不会吗 要回来很丢脸很尴尬 借给前任的钱分手后你会要回来吗 不会 为什么 都是他的了那我要回来干嘛 那如果金额比较大了比如说成仙三万了 那找他可好了 找他可好了 那要是不可好的话怎么办 不可好也不问了 也不用是吗 好吧 借给前任的钱分手后会不会要回来 我 我 我不会吧 你啊 不会不会 为什么不啊 你要看借有多少钱啊 对 金额如果比较大的话 金额超过三千到五一万的话 但是我觉得我不会这样 就我不会借给他这么多 爱到深处自然借吗 对 而且我觉得分手了 就连话都不想跟他讲了 哦就是 反正你不想要是吗 他愿意防的话你会要吗 会 会 如果你跟前任分手了 借出去的钱你会要回来吗 不会吧 我觉得分手了就分手了呀 那如果金额比较大的情况下 会 小哥哥可以打扰一下吗 我可以采访一下你吗 一分钟就好了 可以吃我啊 被拒绝了 我被拿一分拒绝了 小哥哥可以打扰一下吗 不要跑 我就采访一分钟好了 我没有干嘛 只是采访你而已 好尴尬 你怎么那么扣 我找到那么帅那么扣 搞笑了 如果说你把自己比坐车 比坐车的话 你是哪一套车 嗯 电脑车可以动脚吗 不可以 可以试驾吗 怎么那么傲娇 那我去问他 谢谢 那赛哥 走吧 那你已经到不行了 一遍 你坐下来 我真的这些 你这些 你不做什么 忍不做